周轩 上饶市广风驱人 在这个犯罪团伙中 他主要负责对接客户 之前他在一家汽车抵押公司工作室 认识了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 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 2016年9月 他们成立了这家贷款公司 做医务员的时候这样认识 他们也是做经红的 一来二去就比较熟悉了 然后平时也有医务商的往来 分工这一块主要是我负责业务 它是负责的提供资金 还有车子的丰 还有就是这个业务的丰 周轩称 贷款合同上的条款 是他们仿照其他一些 汽车贷款公司拟定的 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 就是应该是全国来讲 这些车贷款公司 合同大致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最后一页 那我们稍微做了一点改动 保证金这一块 只是别的公司的保证金 没有像我们改动的这么高 周轩便称 虽然他们设置的保证金 拖车费等金额很高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他们会一再地退让 高是高 但是我们后期在拖鞋子 这一块的时候 在协商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都基本上都已经降下来了 都降得很低 也就是说本金稍微高一点 比本金高一点 这与民警掌握的实际情况 明显不符 在有意造成借款人违约后 他们会以扣车等方式 胁迫对方交出高额的违约金 肯定我们的手段 措施肯定是比较过激的 措施上面比较过激 但没想过 我之前一直认为 这最多最多 就是一个非法经营 但是没想到会 就是错翻到 这个我们国家 这个刑法上面 在这一块的东西 周轩被警方抓获时 他的妻子刚刚怀孕两个月 现在他对家人也十分挂念 我肯定后悔啊 现在我老婆在外面 怀着怀疑 踏踏实实点吧 踏踏实实错了